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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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羊具有名 李中银妇人征世之 凭借这根超凡脱俗的硬件 烙矮成为了吕不韦的门客 不仅登台进行行为艺术表演 意外解锁cosplay 还凭借这次表演《报德大名》和《嬴政他妈》 搞出了秦国最劲爆的大新闻 而这一切都是大导演吕不韦提前安排好的剧本 为啥他要别出心裁的安排落矮 进行这样一场大尺度表演呢 史记原话是始皇帝一状 太后淫不止 因为嬴政的老爹死了之后 太后赵姬如狼似虎 忍受不了归忠寂寞 迅速和老情人吕不韦旧情复燃 日夜研究损卯结合之术 把吕不韦都搞得快慰了 吕不韦身体严重吃不消 并且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 两人的坚情逐渐也只包不住火了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芒在背 他随时都有被砍脑袋的风险 为了自己的身体和性命着想 吕不韦不得不再次忍痛割爱 将日夜操劳的辛苦工作 转交给大阴人烙矮去干 果然 烙矮因观同轮而行的雄伟事迹 通过吕不韦安排的传播路径 传到了太后赵姬的耳里 他心仰难耐 要就要就要他 吕不韦的这番骚操作果然666 太后赵姬毫无意外的上钩了 史记记载是太后文果欲思得之 懂得都懂 后宫连一只公苍蝇都飞进不去 何况烙矮这么一个气大火好的家伙 如何原装进口送给太后赵姬呢 这事当然难不到大导演吕不韦 很快他又拿出了准备已久的剧本 先给了烙矮一刀 他暗中安排人告发烙矮 说他犯了要受公刑的罪 要割掉那根让他引以为傲的硬件 然后吕不韦又跑到太后赵姬那里献祭 说可以让烙矮假装被淹了 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进宫当宦官 服侍他了 老司机赵姬一听 立即新领神会 拿巨款贿赂主持公刑的官吏 留下了烙矮的命根子 只拔掉了他的胡须 脱毛后的烙矮一键切换cosplay模式 变装宦官后 正大光明的爬向了太后的床榻 吕不韦和太后赵姬这番骚操作 司马迁所述不详 但冯梦荣在东周列国治理 进行了详细论述 不韦国使人发其他淫罪 论以辅刑 因以百金分路主行官吏 取驴羊锯及他血 诈为烟割拔其须眉 行刑者故意将驴羊传世左右 尽以为烙矮之据 传闻者莫不害意 烙矮既诈斧如患者状 遂杂于内室之中已尽 太后留室宫中 夜令侍寝 侍之大畅所欲 以为胜不为十倍也 明日后次不为以仇其功 不为乃性得自托 冯梦荣果然是大师 写得很有镜头感 经过一番贿赂 执行公刑的官吏 准备了一条驴鞭 和一些鲜血 作为道具 加上烙矮的绝佳演技 很快就骗过了所有人 烙矮以原装正品的面貌 进入了太后赵姬的寝宫 两人迫不及待的大战几个回合后 赵姬发现 烙矮果然名不虚传 比十个吕不韦都强 烙矮不仅气大火好 还懂得察言观色 把太后赵姬哄得花枝乱颤 不由得连连给出五星好评 立即给健保之人吕不韦 刷了几个嘉年华 重重打赏 太后赵姬 有了烙矮就忘了不韦 两人损卯不离 玩得不亦乐 也使记载 两人曾在豪华马车上 大战五天五夜 下车后 赵姬面色潮红 容光焕发 烙矮却形容枯稿 仿佛身体被掏空 连贯了好几瓶肾宝 连士兵都不禁感慨 女子之色 虎狼之物甚是难填 论女子之质淫 非太后莫属 吕不韦看到这些 不仅不吃醋 反而松了一大口气 被掏空的身体终于解放了 更重要的是 不会因为下半身的幸福 惹恼秦始皇 影响下半身的幸福了 只是 会搞战略投资的吕不韦大人 千算万算 没算到后面的剧情 吕不韦是一位 极具眼光的投资人 早年 他就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 靠着低进高出赚差价 赚得盆满钵满 做买卖都已经不能满足 他的投资欲望了 于是 他将眼光盯住了在赵国 当人质的子楚 子楚那时还只是 秦国太子安国君 众多儿子中的一个 还不是长子 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吕不韦偏偏偏对这支 潜力骨情有独钟 运用其超能力 让子楚广结诸侯 迅速贤明远扬 广告打的贼六 之后 吕不韦又运用超能力 搞定了秦太子安国君 最宠爱的华阳夫人 让他吹枕头风 天天夸赞子楚 终于确定了 子楚的接班人地位 吕不韦也被指定为太傅 然而 吕不韦万万没想到 自己付出这么多 一点回报都没得到时 子楚竟然干出了那样的事 吕不韦精选了一个角色歌舞机 也就是赵姬 两人一番歌舞之后 就自然而然的 玩起了紧致丝滑的笋卯结合术 还让赵姬有了身孕 谁知 子楚在吕不韦家看赵姬表演 顿时也值了 当场向他要人 吕不韦心想 老子散尽千金 为你打广告数名声 为你打通人脉 搞定大公司继承人地位 一分钱回报都没得到 没想到 你竟然还跟我抢女人 他愤怒了 但转念一想 那么大手笔的投资都花出去了 一个女人算什么 于是干脆大手一摊 买一送衣 将赵姬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一并送给子楚了 不久 嬴政出生 秦昭王去世 安国军即位 子楚被立为太子 一年后 子楚老爹去世 他正式上位 也就是秦庄襄王 吕不韦作为投资人 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位居丞相 封为文信侯 拾河南洛阳十万户 不巧的是 庄襄王也是个命短鬼 当了三年大王就隔屁了 好在临终前 他依然保住了吕不韦的股东地位 要秦始皇嬴政 遵吕不韦为相国 号称重父 除了在朝堂上地位显赫 身为嬴政干爹的他 还和曾经拱手让人的情人赵姬 旧情复燃 甘柴烈火 此时的赵姬已贵为太后 而嬴政登基之时 不过十三岁 一切都得听他骂的 吕不韦身为相国 嬴政的干爹 再加上和太后孙卯结合 家国大事一尖挑 可谓日夜操劳 毕竟 从投资人直接变成为实控人 连继承人都是自己的血脉 还有不尽心尽力的道理吗 但这层关系 只有吕不韦和太后赵姬 心里明白 不足为外人道也 就连儿子嬴政也不能告诉 朝堂之上 吕不韦也不过是一个打工人 任何僭越行为 都会带来杀身之祸 三食如狼 四食如虎 太后赵姬的需求越来越猛烈 而吕不韦劳心劳力 严重透支 日益不能满足太后剧烈的需求 两人的矛盾 也随着嬴政逐渐长大 干政而不可调和 于是 他心生一计 憋了个大招 把烙矮送上了太后的床 谁知 烙矮这颗棋子 也不是省油的灯 闯出了大祸 烙矮进宫 与太后赵姬 夜以继日埋头苦干 交流日渐湿滑 竟一不小心 竟搞出了人命 这下赵姬慌了 自己堂堂一朝太后 老公早就呜呼哀哉了 怎么可能怀孕呢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他假称 算卦不及 风水不好 要搬家 出去住 十几岁的嬴政 哪里敢说个不字 于是 他顺理成章的 带着烙矮 搬到拥地的宫殿 去快活了 到了新家 避开儿子和众多耳目 两人彻底解放人类最原始的本能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 在烙矮的操劳下 太后顺利生下了两个私生子 这一来 赵姬对孩子他爹烙矮 更加宠爱和纵容 烙矮得以官运亨通 一路扶摇直上 被封为常信侯 居山阳 建矮国 权清一时 事皆绝于烙矮 鼎盛时期 他门下有家童数千人 门客千余人 排场大的惊人 凭借首屈一指的床子功夫 他成功屌丝逆袭 人生突然走上了巅峰 成为史上第一个靠下半身 名垂青史的男人 堪称史上最高级牛郎 秦朝第一伟歌 在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中 烙矮彻底放飞自我 生活娇奢淫逸 一有空就饮酒作乐 好不快活 但人一旦膨胀的太快 就容易出事 一次咽饮时 烙矮喝高了 和人吵架 当众说了一句话 竟招来杀身之祸 无乃皇帝之贾父也 巨人子何敢乃与我亢 我是秦始皇他爸爸 这牛逼给他吹到了 但此时的嬴政已经快二十岁了 早就不甘心当儿皇帝了 岂能容忍一个燕人 自称是自己的爹 斗嘴之人以此话为把柄 向嬴政告发了 烙癌和太后的奸情 嬴政派人调查 情况属实 还牵出了幕后大导演吕不韦 对于十几岁的嬴政来说 太后赵姬 常信侯烙矮 闻信侯吕不韦 就想压在他头顶的三座大山 他们权力越大 自己这个儿皇帝就越憋屈 他也在等一个翻身变主人的机会 这下机会来了 烙矮知道大事不妙 完犊子了 功行作假 思通太后 淫乱后宫 不敬天子 这桩桩剑剑 随便一剑都够砍几回脑袋的 反正横竖都是死 还不如放手一搏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于是他灵机一动 萌生了一个大胆而愚蠢的想法 秦王政九年 烙矮趁二十岁的嬴政 去拥地行冠礼 也就是成年礼时 偷走了印喜 又调动了一些 县族 魏族 官旗 和部分门客 在秦王柱的齐年宫发动政变 史称齐年宫治变 只可惜 烙矮下半身很灵 脑子却不太灵 这个成年礼 本身就是嬴政的一种公开宣誓 老子长大了 要当家做主人了 英明神武 如嬴政者 自然做足了准备 就等烙矮动手 而后派出精锐 迅速镇压了叛乱 并一举拿下了烙矮 除以车裂之急刑 参与政变的 不是被杀掉 就是被流放 至于烙矮和赵姬的两个私生子 下场更惨 据说院政见记载 两个娃被装在布袋里 给活活摔死了 太后赵姬 也被嬴政软禁在拥地 后来在建臣毛娇的游说下 才被接回了咸阳 保留了最后一点体面 此时 太后赵姬早已名誉破产 权力全部归还嬴政 吕不韦自然成为了 摆在嬴政面前的最后一座大山 杀完烙矮后 嬴政就对他动了杀心 奈何众多宾客便是替他求情 念及他倾力辅助自己父亲上尉的这番旧情 嬴政只是罢免了他的相国之位 把他踢出了董事会 谁知 被免去相国一职的吕不韦 实力不允许他低调 各路诸侯宾客纷纷去拜访他 让通往其封地河南的各条交通要道都堵车了 场面太大 嬴政想想都害怕 这莫不是要搞事 于是 他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 君和公于秦 秦丰君和南 十十万户 君和亲于秦 号称重负 其与家属 其储属 啥意思 翻译一下 老不死的 你有什么好鞠躬自傲的 公司给你的还少吗 心里没点逼数 老不死的 你有什么好摆谱的 身为干爹 你竟然替我老母拉皮条 什么东西 被全盘否定 还杀人诛心 吕不韦不再顽抗 毕竟 第一个称是 嬴政假富的 已经被吴马分尸了 他还敢再拿 我是你爹说事吗 再说 连嬴政亲妈 赵姬都这样了 在礼法面前 他这个异性的亲爹 还有存在的余地 金牌投资人吕不韦 一番横梁后 做出了人生中 最后一次博弈 气率饱足 自己引阵而死 换来了家人 和朋友圈的岁月静号 吕不韦一死 嬴政头顶的三座大山 彻底一扫而空 荡平天下 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因落矮受牵连 而被迁往西蜀的那波门客 也都被放回 家国大势 帝王将相 虽接触于下半身 但又远远不止 下半身那点失 像吕不韦 这样精明的投资家 尚且玩不赚政治 又岂是一个 靠下半身上位的落矮 驾驭得了的